将爷爷说 这周自己为福宝的园区做了改建 给地上铺了新的稻草毯子 基本是对园区的所有主路都进行了覆盖 另外 还给福宝树上的独木桥拆了下来 放在了下面 爷爷表示 这样双包抬出门后 就可以像福宝姐姐一样玩耍了 而且 小木床上的堂衣也搬走了 爷爷对小木床进行了加固 并多加了一块挡板 防止瑞宝和辉宝玩耍石掉下去 为了瑞宝和辉宝的安全考虑 后面爷爷还会给小树增加防护 如果加了防护 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到福宝玩耍 爷爷表示 以上就是目前园区的改造了 再来看看福宝这一周的生活吧 晚上爷爷来到福宝房间 此时福宝正在吃竹子 从这个角度看福宝 福宝小小的 很是可爱 一点也看不出福宝有200斤 这样爷爷是会找角度的 给福宝拍得瘦瘦的 而隔壁的乐宝刚产完清团 看到奶爸来了 乖巧的 走到奶爸身边 和奶爸问好 顺便看看 奶爸有没有给自己带小零食过来 乐宝刺着大牙 等待奶爸的头位 现在的乐宝站起来后 爷爷都要仰着头看乐宝了 只不过咱就说 乐宝咱这肚子 吃得是不是有点太大了 乐宝被奶爸说得不好意思了 坐了下来 挠了挠头 让爷爷和姨姨们 不要说出去 怕爱宝知道后会嫌弃自己 表示最近会努力健身的 毕竟爱宝马上就要来室外了 乐宝也要开始注意形象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